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简单迭代生成器 听着有点玄乎 有点玄学的感觉 没关系 其实很简单 咱们看知识点 如何生成迭代生成器呢 就这么生成 大家请看 Function 方式是干嘛的 定义函数嘛 对吧 一般咱们定义函数是方式后面加一个函数名 不 在迭代器的时候呢 要跟一个星号 这就叫迭代器 别着急啊 有朋友说我换了 这个视频我关了 我不听了 听不懂 没关系啊 别关 听得懂 听我给您说啊 这个地方呢 生成迭代器 一会儿咱们马上生成 还生成最简单的迭代器 然后咱们怎么用啊 在迭代器里面干什么 咱们生成函数要返回值 用什么返回 Return嘛 对吧 但是不对 在迭代器里面就变了 变什么 叫做Yield 用它进行迭代返回 听得更选了吧 怎么还出了这个Yield 不是Return吗 好 我就给您讲这个Yield的特殊在哪里啊 马上看例子 一看例子啊 您对于我这两行就完全明白啊 好 看啊 实验下期 咱们马上就做一个迭代器 叫什么 叫做我的迭代器 没问题吧 Function 星号 My Generator 我的生成器 大家请看 我怎么写里面 以前咱们写Function 要返回值怎么返回 Return 对吧 但是Return的话呢 每次返回都是固定的值 咱们用Yield返回 Yield也是返回 但是它是迭代返回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当我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 第一次调用 它返回第一行 一 第二次再调用 返回条 一条是吧 不是打麻将啊 第三次调用 返回大 第四次再调用 返回和 这是Yield和Return的区别 Return什么 它到这肯定就返回了 下面就不管了 迭代器不是 每次给您迭代一个 咱们上一期用这个Symbol的迭代器 对吧 今天咱们用更简单 没这么麻烦了 更简单 怎么用 咱们买迭代器 买迭代器 我的迭代器该怎么用啊 咱们看啊 非常简单Full Off就能够搞定啊 Full Let 然后是每一个值 Off 大家看 咱们的迭代器 注意 这个地方是个函数的写法 有朋友说 我怎么老报错 老报错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啊 您把当对象了 没有加这个括号啊 这一定要加括号 这样的话 它会取出每一个值 然后呢 输出 我刚跟您说了 这怎么返回 一条大河 这个地方迭代四次 每次迭代一个字出来 一会咱们看结果啊 接下来 咱们再看另外一种迭代器写法啊 也是Function 没问题 星号没问题 大注意看 Countdown 什么叫Countdown 从高往低数呗 比如说 1987654321 这叫Countdown对不对 好 咱们就做一个Countdown的迭代器 如果咱们没有迭代机制呢 也能做 但是呢 相对麻烦 如果用迭代器 相对 不是相对 是绝对简单 看啊 我有Countdown的迭代器 然后呢 我这传义什么 Begin 初始值 比如说10 比如说5 都可以啊 然后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这个函数里面进行循环 或是我的迭代器里面进行循环 当Begin 大于0的时候 就返回这个Begin-减 没问题吧 Countdown 嘛 如果咱是Countdown 呢 就加加嘛 对吧 换句话说 比如说我这传5 那我先返回5 第二次再迭代 被减减了嘛 返回4 再减减 返回3 直到它不大于0为止 哎 这种函数居然也能够迭代出来 怎么迭代 很简单 就咱们最通用的Full Off啊 大家请看Full Lite 临时变量off 迭代器 然后我这传几 传5 传10 都无所谓 然后它在里面呢 会判断 然后会执行 哎 这个是咱们今天两个比较简单的迭代器啊 咱们一个一个运行 马上开始啊 哇 感觉这ES是越来越强大咯 好 咱们试一下 我先拷贝上面的迭代器啊 咱们今天一个一个来 好 马上运行啊 哎 说干就干 收到 OK 好 咱们试试啊 node 空格test 没问题 回车 注意看啊 一条大盒 没问题吧 这个地方输出了吗 有朋友说我不信 你是不是这个代码输出的 没关系啊 咱们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这个 Stream吧 可不可以 咱们给上面加个前注啊 再试试啊 Go 怎么样 Stream 一条大盒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用这种Function 星 然后Ear的方式 实现了简单的迭代 比咱们上一期的Simbleder Interreader要简单多了 是吧 哎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写法啊 但是这个东西 不是这东西啊 是这个迭代器啊 都写死了 这肯定不好嘛 所以说我这刚才给您做这个ContoDone 是活的 也能用啊 试试啊 考过来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咱们在一条大盒之后 再打出来一个ContoDone啊 比如说咱们从5ContoDone 没问题吧 试一下啊 Go 5 4 3 2 1 没问题吧 当它等于0的时候 就不再循环 直接退出 所以说咱这地方看到了 是5 4 3 2 1 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实用 比如说在咱们这个读取数据库里面的这个结果集的时候 咱们循环结果集的时候 用这个迭代器的方式呢 非常的简单 极力推荐您使用这个方式 OK 今天呢 就是我给您分享所有的内容啦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而且这个内容比咱上一期Simbled的迭代器呢 要简单一些 您不是这么认为吗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也放到开讯政客到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酷呢 给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给您观看 好 那咱们下视频再见咯 拜拜